Oh my god 最大可以去到 這條相鏡的更加別 眼影 夾頭 內衣 香港基本上都很難找到我的尺寸的內衣 因為其實也不是真的有很多尺寸可以選擇 就算有這麼大的尺寸 而且款式通常都不多 通常我都會上網買 或者去外國的時候一次過買很多存貨 是不能選擇的時候 通常方便起計我都會買sports bra 方便做運動 有透氣 有彈性 適合日常 但不好的地方 就是未必可以支援胸 之前一直對bra這件事都不太樂觀 因為都真的挺難找 但很多年前經過Body Brow 銅鑼灣的店舖時 看到櫥窗 有個很大很豐滿的模特兒公仔 穿著一個超大馬的內衣 心裏都覺得很驚喜 但那時很尷尬 所以就沒有進店舖看 接完考核之下 今年就有機會跟Body Brow 拍廣告 以及認識多了這個品牌 所以我真的滴起心肝 膽躁躁 走進店舖試 發現他們的級數最大可以到JJ級 為數又可以幫客人免費改回 去到48都沒問題 真正做到不同新型的女生 都可以選擇 最重要是一試之下 他的支援很足夠 幫我好好的矯正姿勢 空暴發展 以後我就不用將就買內衣了 在穿Body Brow 之前 我一直都買不到支援好的內衣 很多產品都會出現不適合身 肩帶又令肩膊負荷重 雞心位頂住的情況 所以慢慢我就發現自己有明顯的大細胸 寒背或曲肩的情況 同時太窄會夾著胸 令它受壓力 再形成少少腐乳的問題 對整個胸部的發展都不健康 Oh my god 最尷尬的位置 就是我每次都膽粗粗走進去 拿衣店問 想買BRA 永遠都不會有SIZE 最大都是去到 F E級 而且店員有時候都不想理我 亦都不會主動找我 因為他們知道沒有我SIZE 所以我試都不用試就走了 每次都空手而回 很尷尬 記得幾年前第一次 拍泳衣和內衣宣傳照的時候 都挺緊張的 因為拍照的時候 大家的焦點都放在自己身上 然後就目不轉睛地看著我 加上真的不是經常穿得那麼少布 又很害怕有些胎士 吃了一些肉出來不漂亮 所以一開始都很在意 被人閒言閒語 但是現在開始就不再緊張了 因為隨著拍攝的經驗多了 而且更加懂得如何欣賞自己的身體 知道自己在做的事可以正面地影響別人 人人又化大 是福氣來的 做自己吧 不需要 CARE和迎合社會給你的枷鎖 你要接受最真實的自己 和珍惜自己 不用一味去遷就 以你最真誠和開心的面為大前提 你一樣都可以找到 Mesh 到的朋友 Fashion Items 甚至乎內衣 只會找到適合自己的風格 不要理會世俗的光架 找舒適的步伐 維護得更有自信 和美麗的自己 打氣 不妨試試每天照鏡 不要將自己的缺點放大 留意多些身體的變化 好好擁抱和讚自己 可以 我覺得Body Brow有兩款內衣 超級推介 第一款就是他們新出的Curvy Up Brow 我以前都沒有想像過 我可以買到有尺寸 有飾感 還有支援的無痕內衣 而且這款內衣包得好之餘 布料很透氣 完全不焦 另外它經帶很舒服 拉力很足夠 不會走位 很舒服 適合我 每天走走滴滴 何時都這麼自由 這麼舒適 另一款我都很推介 他們香港製造的 黃牌功能內衣 二合型的專利設計 真的幫到我改善空型 和寒背的問題 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有時候按照表演 我都會穿著他們的身體 哪一條相鏡更加別 如果你們發現 在香港很難買到 大大小的內衣 那你們就要去Body Brow試試吧